猛然睁眼,竟然又是一场梦,只是,纪云和起身,一双大眼睛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切的变化,原本他以为需要等他能够在熟练地运用玉水之术后通过法术将这冰封去除,可没想到自己只是睡了一觉,这冰封竟然开始消融了,这是什么情况? 而另一边,正在集市上被那颗高傲的发际纠缠着的长翼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突然面无表情地,脸上露出一丝欣喜,随即推开那个高傲的发际脊步去了去往偏僻无人处,那高傲的发际显然想要追上去,可在转身的一刹那却突然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 不仅仅是他,周遭原本看热闹的人们也突然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做鸟兽散撞,各自忙各自地去了。 屈镜通幽,长翼感知到了周遭无人,随即施法消失在了这一热闹繁华的凡间。 另一边,由于熔岩坑洞发生了变化,青瑶因记挂着纪云河的侍派人常去守着熔岩坑洞的人来报,说是熔岩冰封正在消融, 青瑶得了消息立刻跑去熔岩坑洞,正要询问具体的情况便瞧见了长翼匆匆而来。 世子,莫非你有感应? 因为从前习惯了,如今也不便直呼长翼的名字,青瑶便沿用了从前的称呼。 自然,这冰封是我下的,我也是有感应的。 长翼的语气有些急促,他太期待了,这近三百年的期待他压抑了太久太久。 长翼上前两步,瞧着那千丈冰封的确正在融化,长翼着急了,他等不了,一刻也不愿意多等。 一道蓝色的光泽从长翼手中溢出,仅仅一瞬间,那蓝色的光泽便铺满了整个冰面。 千丈冰封迅速消融,融化的水一半流落熔岩坑洞中,一半飞往空中,然后又凝滑成了雪花飘飘洋洋浩大美丽。 倒不知是千丈冰封,太后还是这雪花,也是为了迎接纪云河的回归。 长翼的眸子中是欣喜是坚毅,手中的蓝色越来越浓,冰封消融得越来越来快。 终于,一道裂痕产生,在那冰面上犹如一道阳光,坑洞中的红光从裂缝中蹦出来。 裂缝越来越大,红光之间减弱,一阵花香裂缝中飘了出来。 如果说三千世界的万千雪花是长翼给寄云河的见面里,那么这浓郁的花香就一定是寄云河给长翼的见面里。 说来也奇怪,就在裂缝逐渐变大的时候,长翼却收了收,青瑶正疑惑欲发问, 却不想蓝光居然从坑洞中透过裂缝散了出来,裂缝继续开裂,足够任何人从中出来。 是的,蓝光流转,蓝光之后是寄云河,身穿一身月光白的衣裳,头发披散着,额前的头发别在耳后, 头顶上是一顶勺药花的花环,她眼眸清淡,微微阴晕着淡蓝色。 她眉浓却如远山,雾蒙蒙,却有朦胧美,只是她纯色,有些淡,她还是虚弱的。 可是她满面的温柔,满眼的笑意,这些都只因为眼前这个人,长翼。 与君出相识,正是故人归。 一万年太久,与友情而言,只争朝夕。 三百年的时光,也很久,久到两个心心念念的人终于见面时,彼此近在咫尺却相顾无言。 青瑶站在一边,此时又往后退了几步,她的眼中全然是一身月光白衣,脸上素雅,无装只是头上戴着一个花环的寄云河。 近三百年的时光,岁月既没有在长翼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也没有在寄云河的脸上留下些许斑驳。 此时的长翼和寄云河就如两个天人下凡似的,方方面面看着都是如此的般配。 北渊的雪随着千张冰封的消融下得越发的大了,却不知为何,已然快要成为雪人的青瑶,看着那些雪花好像很是通晓人情似的。 纷纷避开了长翼和寄云河,只有偶尔几片雪花落在寄云河的头发上落在长翼的衣巾上,而那些落在寄云河的头发上的雪花又因为北渊的风而再次起舞,欢欣喜悦,自是一派热闹。 从坑洞中迸发出的香味越来越多,以至于在这冰天雪地之中,竟然引来了成片成片的蝴蝶一股脑的争香朝着坑洞最深处飞去。 长翼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牵住了纪云河的手两人此时,正面朝着熔岩坑洞,瞧着蝴蝶涌入的,壮观场面。 而青瑶在此刻终于像是得了一丝空隙似的,开口说道,纪姑娘,这些花都是长翼柿子给你带来的,怕你无聊便寻了好些珍奇之物给你呢。 如今你可算是回来了。 青瑶说话的语气是真的欣喜,纪云河微笑着朝着青瑶的方向看过去,回应道,多谢青瑶少主记挂,我虽然在熔岩坑洞中待了许久, 可我知道这些年多亏了青瑶少主的照拂。 如今的纪云河早已没了在万花谷时的那般快意恩仇,也不似当初被困北渊时的病娇模样,此时的他平和而从容,温柔又真实。 是的,长翼的纪云河终于回来了。 过不得旁大了,纪云河突然想起了什么,收回了笑咪咪看着青瑶的眼神转而抓着长翼的另一只手牵着,看着令自己朝思暮想的脸道,长翼,你方才是不是沾花惹草来着? 语气间有故作的不悦,可满心的欢喜却从眼睛里跑了出来。 长翼听闻此话愣住了,一旁的青瑶也愣住了,这,怎么有些秋后算账的意思? 什么是沾花惹草? 沾花惹草是什么意思? 长翼一双眼睛,全是疑惑,一开口的语气,瞬间让纪云河想到了出入万花谷时,天真无邪的长翼,还来不及所谓的秋后算账纪云河便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嗯,我方才梦见在世纪上有个顶好看的姑娘同你说话来着。 哦,对了,还给你送妖配呢? 纪云河哪里知道那姑娘好不好看,在她的梦里那只是一颗高傲的发际,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不过是个姑娘这是确定的,送了妖配也是确定的。 长翼似乎豁然开朗了,她道,方才我的确在世纪,确实有人拦住了我,说要送妖配, 可我一看见妖配,便想起了之前你送我妖配时的事情,便在想着等你回来一定要再给你送一对。 至于你说的顶好看的姑娘吗?我确实未注意到。 长翼说话的时候,一本正经,纪云河一瞬间的梦也就清朗起来。 确实,梦里的长翼的的确确是在那姑娘送妖配的时候愣了好久,原来是在想她。 纪云河突然一阵发甜,这近三百年的时光,没有让他们彼此生疏,却让这份爱欲加深厚。 那姑娘啊,是本君替你试探长翼尊主的。 如今看来,却是我多此一举了。